元副总统今天代表总统 在中山楼五五院长达五百位 一尊悠阳教师 十二点半周元副总统进入会场 和一尊悠阳教师们共进五三 全国组织部长张艺琴 考试院长东柯 徐县院副院长蒋军博 中央研究院院长袁施亮 教育部长罗艺琴 都参加了一遍 在五年以后 元副总统立写副执说 元副总统和夫人 都要邀请资深悠阳教师去 因为因为与其有事不能玩 特别由他 向资深悠阳教师们 作与英才对社会的贡献 表示讲义之力 元副总统说 恐启的有教无畏 就是现代所说的普遍教义 第二直见 毁人直见 就是表明教师们 一方面不断求上进 一方面以勇力的精神 以教会学主 官主的所言所行 都指标对我们的磨赛 元副总统立写表示 教育界只要以光晋至强 普遍不上 正谋能战 作为最高的整成 教育部长罗艺琴 也代表前几教师 希望越觋到大约 是非中国民主总统 万丈,万丈无尽 最后 干涉有故 正道 更可置心 两面 同票 未经春